大理立人里这天在立新国小规划一场跳蚤市场爱心意脉活动 共有60多摊响应 吸引许多民众前来寻报 活动所得将用来帮助临近国中小弱势学童的经费 同时有感进入流感流行期 立得里结合医院施打流感疫苗 希望提高老人家及免疫力较差的族群的抵抗力 民众来回穿梭各摊位找寻适合自己的物品 大理立人里这一天在立新国小规划这场跳蚤市场爱心意脉活动 号召民众捐出家中没有用到的东西 一起来做公益 帮忙 从哪里来的 好心人是捐的 来给我们意脉 觉得会很幸福 有一点的 这个跳蚤市场它最重要的意义是 节能减碳环保爱地球 让我们的垃圾减量 将家里不要用用不到的东西 拿出来跟大家分享跟大家交易 这次跳蚤市场共有60多摊来响应 规模一年比一年升大 另外油感流感蠢蠢欲动 立德里则是在活动中心规划健检外 同时还结合医院施打流感疫苗 希望提高老人家以及免疫力较差族群的抵抗力 因为来到我们社区 第一个不用到医院缴那个挂号费 完全是免费的 来到我们这边 我们社区的志工非常的用心 还准备了台湾小吃 今天滷了那个很香很香的那个 我们的猪脚 还有一些草面等等 今天也非常特别 就是说来到我们社区 有吃还有粒 有什么 因为我们还有脚底按摩的一个服务 两场社区活动吸引许多民众参与 虽然性质不同 有关心民众健康 也有对弱势表达关怀 但无形当中都凝聚了社区情感 解来秋风台中采访报道 听说来到大家的收集 喂